我是顧瑩,野生生物攝影師 我是從2016年的6月開始 第一次進入可可西里拍攝的 到現在第三年了 主要是拍攝的以藏里昂為主的各種野生動物 我們大多數人可能都比較熟悉南北極 有一些人他甚至不知道 我們地球的第三極是青藏高原 藏里昂確實它是能夠代表第三極的動物 第一眼看到藏里昂的時候 我其實是沒有看到羊的 我就看到遠遠的,塵土飛揚的 那就是藏里昂跑了 為了不被牠們發現 我每天早上天不亮,五點半我就要進帳篷 然後一整天全部要在帳篷裡面 那麼到晚上,天黑了以後 我才能從帳篷裡出來 看牠壓得多近了 我不打瞌睡的時候,我都在觀察 藏里昂蟬仔 還有牠交配,打鬥,球偶等等 我其實也去過全世界的幾十個國家了 比如講在非洲,南北極 動物都是在你身邊 有很多機會可以拍攝到不同的場景 第三集的青藏高原,它確實與眾不同 在可可西裡,它是高寒,高海拔,無人驅 甚至被大家稱為生命的禁區 沒有很多攝影師去拍 尤其是那些比較珍惜的物種 牠們都非常怕人 你可能見到牠一面都難 我有的時候可能一天都沒有一個好的鏡頭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等待 我比較長地去那邊,大概待了近兩個月 那最少的都要在裡面待上差不多近20天 那無人驅裡面都沒有信號 我最長的一次是25天沒有洗過澡,連續 很多年以前,青藏鐵路剛剛建成的時候 想拍到藏麟陽在火車旁邊 這樣的畫面非常難 因為藏麟陽它世世代代遷徙的時候 它都是走的這條路線 但是突然建成了一個青藏鐵路 對它來說是非常陌生的 而且不會靠近這個橋 我今年終於拍到了這個畫面 火車在橋上過,藏麟陽從橋洞下過 這說明野生動物也在不斷地去適應周圍環境的變化 當然了也拍攝了其他的很多 比如棕熊,藏野驢,野毛牛,藏狐等等 食物鏈上那狼抓藏麟陽,然後把它吃掉 像我在帳篷裡頭隱蔽拍攝的時候 我只吃八寶粥 就是為了防止這種大型的肉食動物 它們會聞到這些味道 一個滿屏的,而不是採檢的棕熊頭部的特寫 這種鏡頭是作為一個野生動物攝影師 它是夢寐以求的一個鏡頭 最近的時候就是八米的距離 我就是已經忘記了我自己應該跑 因為其實在青藏高原 每年都會發生棕熊襲擊人的事件 會有傷亡的 每一種生物它都是非常重要 都有它們自己的位置 保護野生生物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生命是非常可貴的 生命也是非常脆弱的 這也是我在拍攝野生動物時 體會非常深的 我覺得我肯定是害怕死亡的 但是因為自己心裡的那個熱愛 你願意冒著生命危險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每個人都會有走路一天 關鍵是你要怎麼樣精彩地活著